这个红色基因高校联盟 某程度上都是表忠做的 他们基本上所做的 跟其他学校做 现在习近平要求他们做的 根本是一模一样的 但他们搞这个 就叫九个学校的 言和高校人才培养联盟 是为了做给他上面的人看的 那问题是这样子 能不能够说有他们比其他学校 更优秀的地方 我觉得完全没有 重点还是一个 你要红色洗脑 甚至要求校长党委书记 带头去走进课堂 要带动其他家去建设 甚至要所有的人 甚至是干部 各地方各部委都要下去讲课 他们真的是老师吗 他们真的懂吗 很简单一句话 如果说你们红色基因这么厉害 你就拿刚刚我说的那个考题 请习近平做一遍 把选择评全都勾兑给我看看 看他真的答对多少题 就看得到吗 所有东西都是假的 框里的 重点是要你服从 服从于党 说的所有意识形态 跟知识跟考试 都是假的 拿来算分数而已 真的重点是 你要永远忠于党 不当叛乱分子 就算你说不忠于党 你如果一旦不忠于党 你就出事了 如果你说要忠于党 而且要表忠 这个表忠 是习近平的一个重点 以前那个邓江湖时代 还可以允许你一些沉默的空间 现在如果不表忠 那就不得了 官做不了 老师做不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